而這一塊胸水來講話是反而是往下 往下 這邊是平的 這邊是往下壓 我只想被揍一圈 把生活想成絲 讓心靈更舒適 歡迎收看 Ariel聊心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Ariel 不知道大家從五月疫情以來 會不會感覺到在家時間很長 然後大家要想可能滑手機啊 但是呢滑手機其實會對我們人體造成一些些影響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劉碧涵劉醫師 帶著我們去了解我們身體上長期使用手機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大家好我是劉碧涵醫師 其實有先後天的這個差異 他們的主要差別可能會是什麼 先天性的駝背來講的話 他是在胚胎發育的時候 有可能就產生一些異常 而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而且他常常除了脊椎結構的發育問題以外 他常常合併的一些神經 心臟系統 然後飲料系統這些的發育上的問題 所以日常是合併多系統的一些異常的一個狀況 後天性的駝背來講的話 他會比較是跟你後天的一些知識不良 或者是使用的肌肉不當 造成說一些肌肉失痕 僵力失痕的一個狀況所造成的一個現象 好像有一些女生會因為 這個胸部比較豐滿的狀態下 比較容易導致駝背的這個現象 因為胸部如果比較豐滿來講的話 他其實是比較容易 你想像是一個負重的一個狀態 所以胸前一個負重的狀態 他就比較容易使得 你要代償性的拱背 那個脖子也容易往前 然後骨盆胸腰椎來講的話 都會跟著你帶動 所以他在知識性來講的話 自己卻代償性的這個負重 那如果沒有加強背肌的訓練 把自己挺起來來講的話 的確就是會比較容易有這樣狗背 有些人是因為心理的因素 害羞或者是不想被人家 就是行出目的 所以不自覺的就是會有 比較就是駝背 然後縮胸這樣子的姿勢 長時間下來來講的話 你的肌肉已經去記憶到這樣的姿勢 他也就變成一個習慣性的 後天性的駝背 所以其實我想在每一個方面 像我們得要去意識到自己的成因 可能是因為像剛剛劉醫師講的 直心理因素 也或者是後天 可能在肌群上的代償性問題 我們才能更找到一些方法去調整 我們後續才做一些矯正的狀態 先天後天的差異嘛 我們要怎麼去做矯正 你的工作形態 生活形態 會很容易就是 有不自覺 烏龜井前途 專心做前面的事情 那這些來講的話 你可以從一些生活工作上的環境去調整 比如說你把你的電腦 是移高到你眼睛可以平視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訓練一下你的背部的肌群 胸前的肌肉多做一些伸展 因為背部肌群比較沒有力氣 前胸的肌群又太緊 無意識的狀況下 你很容易就又彈回來 所以重點聽起來還是 你好好做起來 平視你的3C產品 基本上達到一個平衡點的時候 我們的肌群才有機會 是比較放鬆的狀態 沒有時間不要太長 時間不要太長 劉醫師會跟大家建議說 大概在多久的時間 可能對我們的這些肌肉肌群都比較好 我會建議說 即使在良好的姿勢下來講 大概是30分鐘左右 應該就要中斷一下 因為工作實在是太短短 你停不下來 我也會建議 盡量一個小時左右就去打斷 你洗身喝個水 上洗手間 做一些伸展運動 這些都好 現在很紅的這個重訓 其實它是可以有效改善的嗎 重訓來講的話是可以的 運動治療還有運動訓練 其實它應該是定型 甚至運動治療應該更優先 與運動訓練這樣子的概念 那重訓我會比較放在運動訓練上 運動治療是要讓你先 意識到說你的肺部肌群的一個 本體感覺 然後如何使用 訓練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加深你的肺部肌群的肌力 肌耐力等等 對這些來講的話 可能在優先順序上 你要先意識到你的肺部肌群的 帶動你的肩胛的一些滑動那樣子的方向性 然後再去加強它的肌肉肌力 重訓會幫助鎖肌 對是可以的 包含剛剛講的治療跟訓練 如果說我們一味的去看很多影片 學習訓練 可能會導致我們 在沒有了解肺部肌群的時候 造成二次傷害 那駝背除了影響我們的體態 還會造成其他的不適嗎 如果說我們沒有去處理治療 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那如果不處理的話 你就會發現 人畢竟是一個整體性的 那你一個地方有問題以後 往上往下各個關節可能 都會開始有一些些影響 所以到時候可能就不只是外觀不好看 甚至是會有一些 常年慢性的疼痛問題出來 在家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動作呢 來改善我們的駝背 我們要示範一組背部伸展的動作 首先呈現一個四足跪姿的一個狀況 OK 會需要有鏡子或者是家人的一個輔助 所以在側面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會非常要求支持喔 那再來就是說 肚子來講話是往上縮 往內縮的感覺 而這一塊胸椎來講話是 反而是往下 往下 這邊沒有動 是讓它沉下去 你的這一條沉下去 這邊是平的 這邊是往下壓 對對對 沒錯很好很好 肚子像被揍一圈 肩胛是內縮並沒有爽肩 這裡可以的話再往下壓 往下 不是身體往下 是這裡往下 手掌 可以稍微往前一個掌根 甚至是一個半掌根的一個狀況 接下來就慢慢往後退 往後退的過程來講的話 有兩個訣竅 一個是你是用你的掌根去 把你的身體往後推 而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還真的就想把我們一樣 我們會希望你整個肺 其實是直的過程 靠你的掌根去整個維持 背部的往後 屁股往後 往後 延伸 再延伸 過程當中 請你的肚子都是縮好縮緊的 而你的胸椎是往下壓 這一個平台 到極限之後來講話 會希望停留5到10秒 好 然後再慢慢回來 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會希望連續做三次 伸展一下你的背部之後 接下來我們才會進到兩個 背部肌群的一些訓練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示範一下說 怎麼訓練背部的肌群 待會來講的話 都是以一個坐姿的狀態下去進行 今天來講的話 在你坐下去的時候 請你讓你的兩邊坐骨的負重 是一半一半的 而不會有一些偏左 或者是偏右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使你的肚子 整個往內往上縮提的一個狀況 使得你的整個骨盆來講的話 是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 待會不管上班層做什麼樣的動作 都這邊都是維持像現在這樣的狀況了 不會有任何的移動 或者是鬆掉 跑掉 那再來就是說 可以找家裡 直的棍子 掃把 或者是毛巾 甚至如果家裡有彈力帶 只要能讓你手是拉直的一個狀態就可以了 拉直之後來講的話 放到 後面 那注意一下 這時候最好是 兩旁有鏡子 或者是家人 可以一開始 幫助你 注意一下自己的姿勢有沒有跑掉 請你的手肘 跟你的手背來講 待會在上下的過程來講的話 它都是垂直於地面 也就是說你的手肘不會往前跑 也不會往後跑 開始之後來講的話 是慢慢慢慢往下 過程當中來講的話 手肘都請你 帶著你的手背 是垂直地面的上下 在骨盆 肚子都沒有改變 沒有移動的情況下 胸部胸椎 盡量是往前塗的 意識到就可以了 有些人其實一開始很難做到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往下提之後來講的話 肩膀並沒有手肩 所以這個角度其實並不大 再慢慢的往下 這樣子的過程我們會希望 如果覺得疲勞的話做五下 即使五下也可以刺激到你的 背肌的一些本體感覺了 那如果覺得說這個負擔是還OK的 會希望做到十下 過程當中隨時確定一下自己的手肘 有沒有跑位 自己的骨盆是不是開始有一些前傾或後傾 也就是你的肚子已經跑掉囉 鬆掉囉 第二個動作來講的話 我們會希望就要拿到一點點輕重量了 所以可以買以前女性的啞鈴 或者是等前一點你去礦泉水 600cc的裝滿 那我們現在拿一個啞鈴之後來講話 請你放到後面肚子是整個縮好 那如果啞鈴的話 請你就是扶口朝上 那手臂來講的話 夾緊在你的頭的兩側 啞鈴放得越後面 對於你的長度是越高的 所以這個也是自己斟酌 接下來來講的話就是一個 上下的過程 上手臂來講的話都沒有動 然後盡量使你的水平或者是啞鈴 是垂直的上下 上的過程盡量意識到你的胸骨是 好像往前往上被拉 但是骨盆完全不動 當然這也有用到一些三頭肌的部分 所以重量就是自己個人斟酌 如果三頭肌是比較弱的 你甚至一開始先拿非常非常輕的重量 沒有關係 剛剛我們幾個示範動作呢 我邀請劉醫師跟我們做個結論 一次做五到十下 然後一天一次做三組 那這些來講的話 對於後天性的 知識性的駝背來講的話 相信會有很大的一些改善 但是如果你已經出現是 比較嚴重力開著疼痛的狀況來講的話 還是建議去尋求醫師的一些檢查診斷 看看說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跟複雜的一些狀況喔 我想大家每天聊發十分鐘 應該就臭臭有餘了 可以讓你的就是體態更完整 然後會更有自己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避開啟小鈴鐺喔